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Cine Shop 靈氣導師Aman 這個片段繼續介紹 能量手工做 而進入了最後一個系列的產品 就是Show Healing 一個靈魂治療的一個層面 我們的靈魂很多時候 在日常生活中 被很多東西折磨 很多工作上的事情 感情上的事情 新聞上的事情 等等等等 你可以想想現在的環境 是多麼的折磨 所以我們的靈魂 其實是非常疲倦 所以靈魂也絕對需要治療 因為如果我們靈魂充滿了能量的話 你會發現充滿了朝氣 做你想要做的事 想實踐你想做的事 堅持你想做的事等等 所以靈魂是需要保養的 而本身靈魂系列 本身蠟燭會有三個產品 但因為製作這個手工做的時候 我考慮到 reborn的香薰油 就是主要由抹藥和乳香所製成的 雖然還有其他花果的成分 但因為這兩個成分 香薰油的味道非常清淡 似是有與無一個虛空的狀態 所以有些朋友用過之前 我reborn的蠟燭的朋友 有些朋友 抽菊不太敏銳的話 會找不到味道 但有些抽菊比較敏感 就會聞到一些特別的味道 但因為這個緣故 我就不打算製作了 因為抹藥香薰油 我訂過一種很貴 如果有些人因為覺得 聞不到味道 而覺得 好像 給了錢 不知道買了什麼 我就不太想 因為未必說 每個朋友對於能量都十分敏感 所以我就會剔除了 這個reborn的功能之後 Soul Healing有兩個功能 我會製作 分別一個Chaos Chaos 就會以白鼠尾醋為主 就會再滲透一些乳香的香薰油 白鼠尾醋不用解釋 靜化的產品之中 我相信白鼠尾醋 大部分零修的朋友都會用過 我們會選用最高級別的白鼠尾醋 香薰油 所以這個香味 感覺上拿著一大堆鼠尾醋 燒出來的濃縮味道 就是那樣 但是價錢十分貴 不過不要緊 大家都知道 我是非常愛大家 所以價錢不是一個問題 最重要是大家歡喜 所以我就製作這個Chaos 白鼠尾醋為主 而這個白鼠尾醋 不用說 大家都知道 是淨化非常之好的一個產品 之前都說過 除了秘魯聖木 Purify之外 這個白鼠尾醋 也是三樣之中 其中一樣 也是很強的淨化產品 所以 白鼠尾醋和秘魯聖木 各有各的永等 很怪的 有些人喜歡聖木 不喜歡鼠尾醋 有些人喜歡白鼠尾醋 不喜歡聖木 所以看你是哪一樣 當然 也有部分的朋友 兩樣都喜歡的 我之前介紹鼠尾醋 都介紹過 其實現在坊間有很多不同 沙漠鼠尾醋 藍鼠尾醋 什麼什麼鼠尾醋 其實最主要 如果真的 那些母婆 那些玩能量的 能力power者 如果有選擇的情況下 都會不易之選用白鼠尾醋 除非白鼠尾醋沒有的情況下 他們才會選擇用其他鼠尾醋 所以如果你想用鼠尾醋 淨化你的能量 不用想 一定是這個 Chaos 所製造出來的 最貼身的一個產品 除此之外 Chaos這個產品 是給一些人混沌初開 就是說 在瓶頸位 各種東西都不知道想怎樣 又沒有出路 很迷惘的狀態之下 這個能量 絕對非常重要 會帶給你一個方向性 機遇性的一個能量產品 所以如果有機會接觸到 不論是能量立出也好 這個翻炸也好 喜歡鼠尾醋的朋友 這個產品 真的不可以錯過 希望大家會喜歡 多謝 拜拜